侯墨的秘密被发现了 他最近有点奇怪 干什么都是心不在焉 每天早出晚归 还口口声声的说要加班 如果男人有了这些变化 可要小心了 侯墨这段时间经常去和朋友打牌 以此来逃避家庭的烦恼 不过他在这方面的技术还算不错 正所谓见好就收 今天赢了不少钱就打算回家了 在乘电梯下楼的时候 一个女人匆忙赶了过来 显然是快生了 可祸不单行 这时电梯发生了故障 侯墨和女人被困在了里面 他告诉自己要淡定 回想一下以前学过的分娩训练 没想到第一次戒生就这么顺利 侯墨见到这个新生命的诞生 很是感慨 母亲实在是太伟大了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当然如果其他人也热心帮助就更好了 又过了一周 侯墨又来到朋友家打牌 就在要离开的时候 上次那个女人叫住了他 除了归还衣服之外 还邀请侯墨抱抱抱抱 侯墨很惊喜 没想到这个女人会给孩子取名为小侯墨 从此刻起 仿佛他们之间多了一丝联系 这天侯墨又来找朋友打牌 顺带的还拿了一些婴儿用品 女人对侯墨的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这段时间 孩子的父亲都不在 带孩子让他疲惫不堪 因此请求侯墨帮忙照顾一个小时 侯墨想了想自己的牌局 看了看面前的小侯墨 最终还是没能拒绝这个可爱的宝宝 对别人家的孩子比对自己的还用些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名叫小侯墨 侯墨仿佛是看到了缩小版的自己 对他也多了一丝别样的感情 甚至在连带自己的孩子时也会想起他 小麦也不客气 要是现在抱着自己的是弗兰德就好了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鞋 侯墨今天买婴儿用品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马基 他的脑袋里飞快的预言起来 如果让马基知道给其他孩子买东西 自己恐怕是要被打得头破血流了 必须要编个谎话骗过去 这天晚上侯墨又没回家 马基在发现自家的车后 愤怒的到朋友家找侯墨 可这里哪有他的身影 就在疑惑的时候 隔壁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马基听到之后怒从心头起 直接闯进了房间 侯墨被吓得手足无措 联盟解释 自己和这个女人没关系 只是意外当中帮忙接生了孩子 马基才了解到前因后果后表示理解 但是也指责侯墨不能牵扯其中 甚至连自己家都忽略了 你们必须要有所了断 侯墨听后很是沮丧 再见了小侯墨 你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越说越悲伤 最后再也抑制不住情感 痛哭了起来 马基见子也是心软了 也许你可以偶尔花几个小时 去陪陪他 在之后的日子里 侯墨经常会去陪伴小侯墨 然后疲惫的回到家里 马基质问 你天天这么搞 自己家的孩子怎么办 放心吧 我明天会带着四个孩子 一起去动物园玩的 然后及时回来让小侯墨睡觉 马基对他言辟成小侯墨 心中很是不满 在这个周末 侯墨带着四个孩子 去动物园玩 没错 就是四个孩子 多出的一个名叫小侯墨 与侯墨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甚至对他 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巴仔对此表示不理解 自从这个孩子出现之后 你就忽略了我们 侯墨见孩子们 发生了争执 连忙出手 然后到前边去戏弄猴子 逗他们开心 结果惨被教授 就在这时 小侯墨又偷吃了小麦的冰淇淋 就在危急关头 小麦抓住了旁边的恐龙手杖 当做刹车 最后闲闲地躲过了一切 侯墨因为小侯墨 让小麦陷入了危险 马鸡见到这样的场景 终于生气了 直接下达了最后痛点 以后你不要再见这个孩子了 侯墨对此痛苦不已 失落的侯墨将小侯墨送回了家里 女人高兴地表示 她丈夫回来了 也就是小侯墨的爸爸 侯墨见到这样的场景 很是感慨 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是小侯墨的爸爸 小侯墨也不属于他 男人见到侯墨的不舍 联盟安慰 总有一天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侯墨表示 我也有啊 男人很惊讶 那还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太可怕了 听到这样的评价 侯墨更失落了 侯墨回到家后 小麦就凑到了跟前 难道你也要数了我吗 不料 小麦直接将自己的娃娃 送给了侯墨 侯墨见词感动不已 还是自己的孩子贴心呢 最后彩蛋 小侯墨一家吃着团圆饭 女人去拿起子的时候 她熟练的帮爸爸 打开了啤酒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春田镇里有这个天赋的 只有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